好我们先来看大盘 这个台股在这个回测月线后急拉 今天有没有机会看到开低走高 我们看到近期 这个电子跟传产股可以算是 很像是坐上悄悄板一样 一高一低的 那么今天电子的成交比重有六成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到 这一波比较强势的非电族群 到底怎么要来判断 该跑还是该跑 首先我们从大盘好了 第一个教育指数 当然因为昨天的美股 睡觉前还是一片祥和 结果睡醒来就 错了 我们凌晨应该四点多跳水 三四点 我看尾盘就开始一路跳水 又倒跌 而且还跌蛮重的 但是客观来讲 美股这一波就真的就是很强 我记得好像是连九涨 所以你说涨多了 就忽然大家就跑出来到货 好像是也是一个可能性 因为昨天好像市场上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讯息 所以这样比较大幅的拉回 看起来我们就想说 早上对台股影响会有多大 那当然台股也是一样就跟着开低 但是这边的回测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开第一次直接开 开破那个十字线之下 就测到月线之后 现在反而就开始往上拉了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跟昨天 大家如果记得 昨天我们整个台子期结算 结算前一天 外资其实整个 集合筹码还是偏空还架空 我就昨天美股大涨 就台股反而就没办法大涨 就是那个怎么讲 就是有点压抑指数的感觉 但是从昨天的盘面上 其实我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 之前电子股 因为外资比较主力 还是放在电子 今天电子股感觉 有点休息的意味 然后那个礼拜二的时候 那个外资反而去加空了 那个期货 所以觉得礼拜三 看到美股这样子之后 它反而回头去买 去做一个 我觉得第一个 它没有开盘就大涨 但是也许是做了一个 期货的调节之后 也默默的在回补 所谓的电子族群 这个是我在盘面上 看到的感受 所以这个点 好像今天的状况 好像是不是 美股大跌 是不是很可怕 好像又看起来又还好 因为这样插下去之后 因为早盘 当然确实大家都 都不好嘛 但是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 我觉得第一个 像那个广达 广达今天反而逆势的非常强 因为广达今天 也是一根长虹 站回到了那个季线之上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 因为广达 坦白说 之前我们也是有注意它 但是之前 当然我们之前都建议大家调节 但是昨天好像 也有人在问我 我说已经 你前面要调节都没调节了 到现在也不用调节了 结果今天顺势就站回到基线之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因为毕竟我们稍微把那个回忆稍微带远一点 比如说11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市场一片悲观 结果莫名其妙 11月涨了1400多点 所以在这种时候 这种初期不易的时候 我相信散户也不会进来 那这一波来到了12月 12月这里整理了 可能已经半个多月一个月了 的时间 其实散户陆陆续续进来 反而外资可能陆陆续续在出货 那这一个阶段 这一波的拉回会不会是 整个在换手在工 的一个契机 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也许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个股 其实当然近期都有很多 土洋对坐的一些状况 一些标的 那这个当然我们不一一赘述 那个因为细节有点多 但是OK 像今天以那个3037的星星好了 星星来看的话 今天也那个一根 算是一根长红 又再度站回到了月线之上 那这个地方也蛮有趣的 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外资持续的买超 然后投信反而是连三卖 连三卖跌破月线之后 今天看起来又再度站回到 那个月线之上 然后今天也是涨了3.47% 大家不要忘记 因为星星是全职股 星星是全职股 所以OK 他这样的表现 那其实当然在电子族群里面 他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看起来 我觉得外资持续 在持续回流电子族群 或者是说持续回流台股 或者是说资金在台股里面 持续轮动 我觉得大概还是有这样一个氛围 所以基本上不用太过的紧张 我们还是维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甚至是说有一些拉回的个股 是不是反而可以趁机去做一些介入 因为也许之前 涨多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敢 这时候是不是反而可以回头去注意 那当然我们从广达的部分 因为广达这一段 你说包含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说2324 的人保合硕 我们都说他是比较早站上月线的 比较早站上季线的 然后但是OK 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也算是涨多了 那涨多了他们也会休息 但是我们可以回头看 那这时候这一组里面轮到广达 但是你看其他的包含像2458的一龙店 那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特别的新闻 但是一龙店今天又在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一龙店我们也跟大家 一直讲过一直追踪很久了 他是NB触控的龙头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反观 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消费性电子的族群 我觉得仍然是这一波 可以持续 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最近也看了很多 对于明年展望的报告 不管是国内的法人 或者是外资 其实看起来很多人都是对台湾的电子股 对于明年的展望还是维持一个相对乐观的 那昨天在大摩 大摩的整个报告来看的话 那个数字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好像是说预期台股 明年的成长可能会来到 我们把数字拿出来跟大家对一下 他说明年可能一般的状况 可能整个的获利成长大概会来到18% 18%是两成 这个有点可怕 他说更乐观一点 大家可以上看到23% 然后最比较悲观的角度 大概是成长12% 所以简单讲 这个地方不管怎么看都是成长 那如果成长的话 昨天大摩的预估 就正常的情况下 成长18%的话 他认为指数可能会来到18500点 那如果更乐观的角度 大概来到2万点 那这边当然细讲的话 他有很多 包含产业的预估 基本上他们还是看好 所谓的电子族群的产业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外资回流就是自在电子 我觉得基本上会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会选外资会怎么选 因为他也不可能 这叫什么 一直傻傻的买 拼命的买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 我想要买电子 然后我一直买上去 给大家赚 那我不是傻瓜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中间 大家就会注意 外资会 我觉得中间也是会做一些 换股调整的动作 所以像这一波 你说什么货柜 或者闪装这么强 我们以长龙为例 长龙在这一波 其实外资 基本上 我觉得在近期 我们就抓近期的这一段 他从11月13号 开始买超 就一路买上来 然后买到12月多 但是中间当然是小麦 但是你看后续 来到12月初的时候 投信也加入了 他就持续上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大家就要想 外资的资金通常也是比较大资金 他们会选的股票 一定会有一定的股本 所以这个地方 你说货柜三雄等等的 会不会有机会 就有可能 你说甚至包含像阳明 外资也是 连买四天 而且买量都不少 那今天就持续在创高 所以从筹码的角度 我觉得大概会有几个思维 就是说 原则上我们认为 还是应该以电子为主 但是你在分散族群的时候 我觉得包含一些传产 甚至上周五 不小心又偷拉一下的钢铁 像这些可能有蛮多的 都是属于比较大资本的 甚至在最近 电信三雄 其实电信三雄在这段时间 其实也除了中华店之外 其实也都还蛮强的 这一段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们基本上我觉得法人的买盘 都是比较容易买进去的 波动也比较不会这么大 那当然甚至像金融族群 金融族群其实当然也是外资 在未来明年持续看好的一个族群 但是你看之前 他们在我们以金融指数来看的话 大概在11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半三腰 因为更低档的位阶 其实在稍微前面一点 那在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其实基本上外资是持续买 然后也持续涨 但是你可以看到近期连三天 他是在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种外资的资金 在流动的一个迹象 简单讲 就是主力的部队 可能还是以电子族群为主 但是中间你会找一些资金 迹象的空间 那讲到这里 我觉得可能可以套用 这个孙子兵法的一句话 就是以正合以其胜 就是这中间 你知道我要买 你知道我要买的时候 那我中间当然要花一点 奇招 出一点招数 做一些换股的动作 然后让散户摸不着头脑 甚至在中间 到底明年景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大家就会开始产生疑惑 然后因为最近接触到很多散户投资人 大家都会说 哇真的吗 明年真的会好吗 选后会不会怎么样 等等等等 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但是OK 实际上 昨天我在我自己的频道 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我们讲大的汇率 资金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原则上明年 就是应该是持续偏多思考的格局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 都有被害望翔正 很多人都说 外资写的报告都没有在骗 反正写的报告都没有在骗 大家都会这样讲 但是你说实际上 我们长期看他们研究报告 其实就是真的 那当然你说不会百分之百准 但是中间的逻辑 如果我们读通的话 那其实通常逻辑都是正确的 这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看到这个防疫概念股 其实连续喷出多天了 现在是不是要小心一下风险 因为包括恒大 它这个很戏剧化 本来是这个涨停打开之后 又急冲涨停 现在股价又往下来回测了 那康纳湘今天出关 量冲出来往上攻 但是盘中好像也是往下来回测 防疫股现在如果要追 是不是要更加小心 因为这个震荡蛮剧烈的 没错这一组其实坦白说 我会比较保守 因为如果以经验上来看 我们从恒大的角度 它从10月24号 其实一路连涨 11月24号那期涨的时候 22块8 一路涨上来 涨到最高12月5号 那天已经是45.25 所以你看这样就直接翻倍了 没有多少天就直接翻倍 然后翻倍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在友台上节目 我就说其实要注意 跌停的位置 应该涨停的价位 12月4号那个涨停的价位 所以在12月5号 开高走高拉回之后 就跌破了12月4号 那个涨停的位置 其实像这种就是出场讯号了 那当然 我也 这一波 它后面就拉回 拉回那当然 后面又连续涨三跟涨停 坦白说你说 会不会回头再做一个回马枪 以我的习惯 我倒是比较不会这样做 客观讲 但是OK 那毕竟这波 真的也是连拉三跟涨停 但是可以注意到 如果我们套用当时的一个思维 昨天的涨停价位 是在44.9 那今天持续 又开高 又开在48块点 48.85 这应该来到49多 但是你看 开高之后 是它跌破了昨天的涨停的价位 其实我认为 还是应该要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而且以它今天的状况 它目前的换手率 已经来到40%了 我觉得这样的换手率 你就是 这就很明显 就是高档 黑K爆大量 那这种格局 那当然就是 就是要考虑出场 那如果从那个恒大的角度 我们再反观 就是所谓的康大乡 康大乡 其实前面几天 也有两天是蛮强的 都差一点涨停 但是都大涨 然后今天是出关 今天出关日之后 其实也是创高 但是一样 就是拉回 创高拉回这个角度 那搭配整个族群性 就是恒大 也这样的走势表现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 一般的投资人 大概还是不要碰 那不然就是要完全逆向 就是你很想买的时候 去放空它 你想放弃的时候 去做多它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但是这样就比较偏运气了 所以我会觉得 以理性来看的话 以恒大今天的走势 就像刚刚讲的 我认为这一组还是要小心 因为毕竟 你说像我们在路上看 以前那个疫情的时候 真的也是大家 那时候当然有规定 要戴口罩 但是现在你说 大众交通工具 就是大家就 没有那个恐慌性 大家就没有说 哇真的很危险 哇梅江峻来了 会不会又是COVID-2 COVID-19 会不会是COVID-20 好像不会 大家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 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是题材 然后题材 这一波走完了 那这边 就是要特别小心 那特别是前一波 如果追的人 因为我知道 前一波也有很多人 真的就追在高点 那这一波 好不容易截套了 那卖掉就算了 那真的有赚 还是有小赚一点 那就放手 然后放手让它 那个自由 好不好 我觉得给大家这样的建议 好那我们看到 现在族群的轮动速度 真的很快 个股轮动更快 这个音乐达 好像是荣登了 最近最难操作的股票之一 因为上个礼拜 连喷两根奖停之后 外资跟投信 有连续四天在大卖 但是外资昨天回头买了 昨天看到股价 一度是触及亮灯奖停 而今天的股价开低走高 这个投信 为什么续卖 它不跌 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是一个 这个是提到一个 有趣的点 就是说外资前面三天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的两根 那个直接一致所使的 那个涨停 其实在这个涨停之前 我会发觉 外资投信 其实是站在卖房 其实是站在卖房 所以这个涨停 那是谁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如果外资投信都是 都做错的话 那应该就是公司 对不对 就是原则上 但是当然这是推测 因为理论上公司不太 就是公司派的概念 因为公司内部是不可能 然后这法规的问题 OK 但是你看哦 它这个两天涨停出来之后 外资跟投信拼命到 拼命到了之后 反而外资昨天买嘛 那昨天这样买 但是如果我们再把整个格局再看大一点 我们会发觉 其实它之前 以现在的库存的水位的量 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是对比到什么时候 大概在2022年的11月 所以意思是说 他真的一路建立部位上来 到真的部位的高档之后 坦白讲 那个时候是 真的就是低档 就是低位阶的时候去建立部位的 所以我们来看 那时候 第一天大买 我们可以抓大概是去年的11月14号 去年11月14号那时候多少钱 大概24块多到25块多 将近26块 所以现在呢 现在都是50几块 所以说实在话 这两根涨停对它来讲 其实没有影响 我们讲对外资来讲 因为外资涨到高档的时候 有一步比较大的调节 调节完之后 其实又建立持股 然后默默的就慢慢买 所以客观来讲 这一波就要注意 有没有机会 在这边再做一个第二波 因为这一段的 我们从之前的高档 一路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 价跌量缩的格局 但是近几天 确实整个量能有出来 量能有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觉得 从消费性电子的角度 或者是AI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 也许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毕竟那两根涨停的筹码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所以接下来比较重点 就是12月15号 这一根长黑K 大概是这样观察它 大概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